现在呢其实呢是在一个调整退回来 然后呢有蛮大的一个可能性呢 它是会继续涨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有蛮大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呢我告诉你就是 香港这么弱的market 香港很糟糕都反弹 所以呢马来西亚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反弹的 其实呢也是有这个bottom signal so overall呢 现在的话你是做什么 现在的话呢因为呢它是跌了 然后呢转回来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用bottom signal 所以假设你要找股票 它是从最低点转回来的 你可以呢去找这个bottom master 所以呢bottom master的股票呢 当然的话你可以rank 从这个value就是讲这些呢 是比较不错的公司 marketcap比较大的 然后呢在这个底部的就讲拉回来 然后呢已经到了一个低点 ok所以这个低点呢是什么意思 ok这个低点呢就是讲 哦这个股票它拉回来这边 就好像在这边这样子拉回来 这个股票就好像在这边拉回来 所以这个过去的几次拉 它都是抓到这个低位 ok所以这个innari 它不是最强的股票 不过至少呢它有一点点的这个 有这个bottom signal GHM OKGHM也是一样就是跌下来 然后呢到了一个低位 不过这个GHM呢它是属于比较弱的 它rebound呢有时候都不会跑 有时候呢会跑啦 不过有时候它也是就是比较sideway的这个股票 ok所以这个bottom signal过去三天它都有 好像MPI啊 UNISAM啊 UWC啊 这些呢就是呢比较favorite的 就是innari UNISAM GHM UWC MPI 这些呢是到底的一些股票 然后呢另外一些呢就是在这个 Supertrend Bullish Swing 这个Supertrend Bullish Swing的话呢 就是那些uptrend的股票 然后呢最近拉回来的 就是这样退回来的一些股票 所以呢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最favorite的一些股票 exemple这个QES QES这个股票呢它是拉回来 不过我也是赚不到它的钱 这个股票很难做 很难赚啊它的钱很难赚 ok所以现在呢它是属于拉回来 这些是还没有起的 ME ok ME呢它也是就是 属于其中一个股票呢就是拉回来 然后呢现在呢是到了一个就是 属于比较便宜的一个地方 不过ME的话 也不是整个market最强的股票 就讲今年来讲的话 一整年来看的话呢 这个ME呢是会跑 不过它不是跑得很远 就是讲跑来跑去 还比去年的9月低 就讲呢它一整年 它跑上跑下 跑上跑下跑上跑下 还比去年的开始还低 就是过去的12个月 它都没有跑到 所以呢 overall 是一个短期会反弹 不过中长期 不是很厉害的一只股票 当然这个PIE啊 也是我们之前在我们的watchlist的股票 所以PIE呢 你看到这只白色的 不讲白色就是比较长的这个蜡烛 这个蜡烛呢是告诉你呢 这个股票它是很有潜力的 就讲的很powerful 如果它要跑的话 它一天就可以起10% 跌的话告诉你什么 这个跌的话呢告诉你呢 它的支撑是属于比较强的 一个股票呢 你怎么样看它是属于呢 比较强还是比较弱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股票 它是一次过起很多 然后呢它跌的时候 它就跌很多天 都跌不过这一天的波动 这样这个一天它就起这么多 五天它跌都跌不完 都消化不了 都消化不完对不对 消化不完这个一天的大涨 所以通常呢 这样子的情况呢 你就会看得到这个叫做 support is strong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 strong的一个support 所以如果呢它再起 哇这样子 ok 再起 这样子 两天三天这样子起 这个呢叫做呢 resistance weight ok 所以当一个股票呢 在哇 这么多天都没有跌 这么多对不对 这个呢就是support ok这个就是support 所以呢support 不是所谓的什么20天啊 10天啊 5天啊 不是那个moving average support不是那个moving average moving average只是它的一个 average的一个movement ok 真正的support呢是它的那个股票 ok它没有跌的时候 就是讲呢在这边为什么没有跌 就是因为呢有很多人呢或者是这个庄家 一直在收票 所以呢你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是讲这个股票呢其实是就不错的 ok不过当然当然 ok这个pie呢不是讲一定会起啦 只是想跟你讲这个涨的时候 ok跌的时候 涨的时候 对不对 跌的时候 ok 涨的时候呢要涨的快 跌的时候呢要跌的慢 所以涨的快跌的慢 这些呢才是就是比较好的 比较strong的一个股票 ok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UWC UWC呢 overall它是跌到了一个support level 这边呢是那个bottom signal so这边呢就是讲之前如果已经cut loss了 现在呢如果有进回的话 其实是到了一个potential support ok在这边 我想就是告诉大家就是 overall呢现在呢 全部的股票 我们看到的啦很多啦 其实都在这个support的上面 不过呢buyright它要继续的跑 也就是讲从上个星期 我们就讲了对不对 上个星期我们就讲上个星期很重要 它一定要起 再不起的话 它就可能会就是break那个support 就down trend了 so这个星期呢还是一样 就讲overall 我们只是在55%的一个up trend 这个55%刚刚pass罢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UWC 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其中一支股票 就讲呢在这边就好像到了一个地方 在这边 如果再跌的话就是 完了 ok完蛋了 不过呢在这边如果继续起的话 就还有一个希望 所以在这个情况呢也是一样 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 就是到了一个support level 所以呢这些全部的这些股票啊 penta啊 franken啊 他们呢都到了一个 就是penta好像今天就有这个bottom signal 所以这些股票呢它到了一个bottom signal 就是说已经属于便宜的了 之前那些fund manager丢票对不对 丢了过后跌了 现在呢算是已经是在一个很便宜的位置 如果再不要买 他再不要买的话 就完蛋了 就讲如果他再不要买啊 这样便宜你都不要买 这样你是要跑去哪里 你要钱放在哪里 不可能放在银行吗 对不对那个fund manager 就讲overall market呢 已经没什么不好了 美国也起啊香港也起啊 政治也是稳定了啊 暂时是稳定了 暂时是没有得换了 所以呢 overall呢这个星期 庄家的话呢 他们应该是要开始做工了 要开始呢 就是你看到哦 这个什么好消息都开始有了 to example overall covid number也掉了 so overall呢 现在是在一个support的level 现在是刚刚 就是overall的trend 他是半死了 半死了 如果再继续跌 完蛋 就是完蛋就是这样子 如果继续到这边 他到了一个support 如果再继续跌 这样子呢就是 哇不是很好了 ok 所以现在的情况呢 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呢也是差不多一样 ok 不过呢在这边 他有机会 就是在这边会反弹 so overall 这个星期 今天是星期一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样知道 你要不要出场 要不要cut loss ok 你要set一个stop loss 所以每个人呢都要set stop loss stop loss呢 是你可以承受的风险 所以有些人他讲 哎呀我没有什么不可以承受的 不用set ok这个也是没有错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你可以输 20% 30% 50%的话 这样当然你是不需要setstop loss 如果你是讲 我只是要输10% 这样子呢你就set 10%的一个stop loss 了解吗 so overall 就是讲呢 这个星期呢 我们呢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股票 前面两个星期 已经是开始掉 然后呢 这两天 他开始呢 转回来 然后呢bottom master 开始呢 有一些转机 so有可能在这边 他会继续的 ok继续的 往上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股票 他不是烂的股票 他不是在一个crisis 就讲他不是他像手套股这样子 炒到太高了太热了 ok 他们的没有什么炒 overall还是posit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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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